這三個搭配起來真是無敵 真是非常的讚 戴起來不需要很濃妝 你也可以很自然 你也不會脂痘 不會過敏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產品 這個版本的 特別有效 普通版本我覺得也沒有那麼有效 一定要這個 現在是2023的除夕前一天 然後我家已經在大掃除 看到放空瓶的地方 實在是太多雜物垃圾了 所以零機一動 想說快速拍一下 這幾個月累積下來的空瓶 每樣產品都會簡短的跟大家說 我覺得好不好用 非常簡短 因為大家應該沒有太多時間 所以我們就直接開始 我會先從身體洗蟹開始講起 首先我想要先講一下我 這幾個月用完的隱形眼鏡 我平常其實上班時候是戴眼鏡居多 所以除非我知道這個月活動非常多 我才會開有閃光的月袍透明影片 不然平常可能假日有什麼活動 我基本上是戴日袍彩片居多 然後我買的同路基本上就是在 在包亞或者是去城市 基本上戴的就固定是兩個牌子 昆林的牌子 固定都是買橄欖綠 我覺得這個戴起來非常的自然 喜歡的隱形眼鏡是 不要太放大效果的 看起來會太囚囚有聲 我覺得有點可怕 而且有時候我的妝可能沒有那麼濃 戴起來會有點奇怪 就是我戴起來不會跑片 然後我覺得非常自然 也不會太過放大的效果 然後有時候可能從早玩到晚 眼鏡也不會有乾澀的感覺 接下來呢是 呃台素深衣出的 陰性眼鏡 方式特 然後這個我記得好像只有 保亞有嗎 呃 我最早是在去城市看到 但是我發現去城市越來越難買到這個牌子 所以我後來就去保亞買 它蠻常打折的 所以可以在可能買一送一送買 就沒有固定買什麼顏色 但我大部分還是極光綠 比較常賣 它一樣跟前面是 差不多的感覺 就是 戴整天不會乾澀 不會跑片 戴起來不需要很濃妝 也可以很自然 對我主要要戴就是 這兩個牌子 我今天戴的 好像就是極光綠 就是 其實不仔細看不會有太大的 感覺 但靜看的話有種 喔好像比較有精神的感覺喔 OK 講完隱形眼鏡 接下來是 身體的 清潔 第一個是我用完了 Underbody的 快樂微風香水沐浴巾 這個我應該已經用完 五瓶以上了 這是我大學的時候 我一個很好的朋友 看他在用這個 然後我 不知道為什麼 某天去他家洗澡 然後就用這個以後 就覺得天啊也太香了吧 味道真的是 正打中我心 再之後我幾乎 都會回購它 900公克 所以其實可以用非常久 然後 我有用過同系列產品 其他味道 但是我覺得用了用去 還是這個 最香 我覺得應該是 小蒼蘭的味道吧 因為他 寫前味是哈密瓜柑橘 中味 玫瑰小蒼蘭 後味白檀香 淵味 喜歡他應該是 小蒼蘭跟白檀香的味道 他真的 非常的香 而且你一洗完 就整個家都會是這個的味道 然後味道也很持久 就是非常非常推薦給大家 就是喜歡 身上有淡淡味道的 而且如果用這個洗 睡覺的時候 房間也會有一點這個味道 非常療癒 我一定還會再回購 再來是 私密處清潔 我這個 最近用的是 富捷的 這個 有添加滿原眉的 這一款 很久以前我 剛開始接觸 私密處清潔 產品就是用富捷他們家的 因為那時候 選擇沒有那麼多 然後他們家廣告到最大 但是那時候我就已經用過了 但是我自己用下來 就沒有那麼喜歡 我說不上來 沒有那麼喜歡 是什麼原因 我會覺得用它好像沒有用的感覺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懂我的意思 因為前一陣子呢 非常非常多人在團購 富捷的 私密處清潔 我是沒有跟 但是我就想說 OK 就是我很久以前用過它 那我不然最近再來用過看好了 結果我還是沒有那麼喜歡 並沒有覺得我用它有太大的 改變 我洗完好像忘記 有洗過了 就差點又再洗一次 那種感覺 但我知道它有非常多擁護者 洗髮精 第一個我要講的是 這叫什麼啊 克羅蘭嗎 我用這個牌子的洗髮精 非常非常久了 即使買其他的洗髮精 我的被平面一定會有一個 他們家的 主要拿它來清潔頭皮 因為我是頭皮會用一種洗髮精 然後頭髮會有一種洗髮精的 我覺得用它洗頭皮不會過度清潔 可是也有洗乾淨的感覺 我其實在換季的時候呢 用不對洗髮精的話 很容易有長痘痘的問題 或者是 乾到有點起血 就是 尤其是現在冬天 就是非常容易 像我前幾天在試其他洗髮精 我一洗完就是 頭皮就會長痘痘 但這個呢 就是一個穩定我心的洗髮精 同系列有不同功效的洗髮精 我覺得每個幾乎都非常好用 然後我這次用完了是這個 我也絕對會再回購 那夏天的話 我就用他們清潔力比較強的 也非常好用 在去城市可以買得到 但好像不是每家去城市都買得到 就是大家可以逛街的時候 可以去看看他們家的洗髮精 非常非常非常推薦 我已經用了可能五六年有了 就是一直一直都有在回購 對 那接下來呢也是洗髮精 台素深衣的 髮根強化洗髮精 這個呢其實主要是我男朋友在用的 我一個禮拜大概會用一次 因為我覺得他 清潔頭皮的效果非常好 但是如果 用太 就是如果每天用的話 我的頭髮會非常的乾 但如果是一個禮拜用一次 用來清潔頭皮的話 我覺得非常適合 那我男朋友用起來是非常喜歡 就是也可以推薦給 你們身邊的男生 或者是男朋友之類 或者是你自己的頭皮是偏油的話 你也可以試試看這一瓶 那接下來呢 牙膏 用完了有兩個 黑人牙膏 另外一個是 Ora 2的美白牙膏 其實我戴牙套非常非常多年了 所以我特別注重牙齒清潔這個東西 我用過非常非常多的美白牙膏 我自己認為最有效的美白牙膏 就是Ora 2他們家的 而且我知道他們家有其他系列 但是一定要指明這個 才是我個人覺得美白效果特別特別好的 因為我曾經 就是一個以神龍式長百草的心態 在 在試各種就是開架可以找得到的牙膏 尤其是美白牙膏 我有些真的會覺得 沒有用Ora 2號的牙齒 真的有變黃的感覺 尤其是我非常非常喜歡喝咖啡 然後有時候也會喝茶 如果美白牙膏沒有效的話 在我的牙齒會看起來非常明顯 尤其我又戴牙套 如果對牙齒美白需要加強的話 可以試試看Ora 2的牙膏 這個版本的特別有效 普通版本我覺得也沒有那麼有效 一定要這個 白天的時候刷牙會用的 然後晚上刷牙的話 我就會用這個黑人的 這個呢 是我晚上的刷牙的時候會用的 然後它 雖然它也是表明說它有 美白的效果 但是我主要就是覺得它是清潔的效果 非常好 然後讓你刷完牙有嘴巴非常非常涼的感覺 身邊一定要有這一條 就是我才會覺得我刷牙有刷乾淨的感覺 才有暗示的感覺 我也是用了非常非常多不同牌子的牙膏 最後還是回到這一條 這個的搭配是我 背品裡面一定會有這兩條的背品 不然我會覺得我牙長都沒刷乾淨 對 這兩條都有非常非常重要 如果你也是跟我一樣有戴牙套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試試看這樣 而且 Ora 2它平常沒有打折的時候會比較貴一點 但是它其實也蠻常打折的 黑人的話就是它其實並不是那麼貴 所以開架都找得到 非常非常推薦跟我一樣有戴牙套的人 可以試試看這個set 臉部洗屑的部分 第一個呢是 菲蘇德美的 我不知道 現在還沒有人知道這個牌子耶 因為它其實常常買不到 然後好像在開架來說算比較冷門的牌子 我用他們家的洗面乳也非常非常非常多年了 已經有八九年了 就是是一個我的很好的朋友推薦給我的 去城市其實已經找不到了 然後我大部分都是在MOMO MOMO上買 可是MOMO常常也常常缺貨 所以我一買可能就會買三四條 然後它也有抗痘的 然後它也有抗痘的 那我冬天的話大部分都是用抗痘的 那我冬天的話大部分都是用抗痘的 然後夏天的話可能才會用抗痘的 那它其實洗起來是非常非常非常溫和的洗面乳 它洗完完全不會讓你的臉有乾色的感覺 可是卻有達到有把外面空氣髒污清潔掉的功效 洗完不會有那種卡雞卡雞的那種感覺 因為很多洗面乳洗起來會有 臉真的是爆乾的那種感覺 但它不會 洗完會讓臉非常舒服的產品 然後也不會稚痘 然後我真的很推薦 如果你有抖抖問題 或者是你想要找開架的洗面乳 然後你找不到適合的 你真的可以試試看他們家的 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洗面乳非常的便宜 就是比那些曼秀雷噸之類的還要便宜 可以試試看 看到就一定會買 因為它不是這麼好買 然後接下來呢是專櫃的洗面乳 克蘭絲的阿爾卑斯純淨結鹽乳 然後是保濕款的 我其實也有用完一條大罐的正貨 但是我不小心忘在住的飯店裡面了 所以空瓶就沒有帶回來 那一條也是被我用光 然後這個是小瓶的 然後也是用光了 它其實克蘭絲的洗面乳 我之前就有在我好朋友家用過 但是我用起來覺得臉會讓我非常非常的乾 然後非常緊繃 然後是前一陣子可能千年吧 我買他們家的保養品 然後他們也有用一個小的洗面乳的試用包 那我就用了以後 就驚為天然 因為這個好像是有改版過的 然後一定要認明是保濕款 因為保濕款才不會讓你的臉過度乾涉 然後它裡面擠出來就是有時候會有 含一點一種精油的感覺 讓你的臉在洗的過程中不會太過緊繃 然後我用起來 因為我是一個非常容易長痘痘 然後非常容易過敏的人 我用起來也不會過敏不會長痘痘 專櫃的洗面乳一定會回購的 因為它用了真的是有療癒的感覺 而且我很喜歡他們家的味道 也還有一個小罐的正在用 就非常非常好用這樣子 所以如果有在想要找專櫃的洗面乳的話 然後又不喜歡臉過度清潔會卡滋卡滋的感覺的話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一定要保濕款喔 保濕款我才覺得非常好用 一般款我都覺得還好 我忘記拿還有一個洗面乳在廁所 用完的我去拿一下 下一個也是專櫃的洗面乳 然後它好像也是送的 它也是小的包裝 然後它是敏感化提的潔膚乳 我不太確定後面的那個數字有沒有差 剛剛說的就是用起來臉會 我覺得超級乾的洗面乳 因為我很喜歡敏感化提他們家的保養品 然後我好像是買保養品的時候 然後他們送的這個洗面乳 然後我用了以後 我第一次用就是直接爆痘 就是我沒有換任何產品 但是我臉就長了一些痘痘 然後一些粉絲 然後我想說會不會是它 因為我洗完了當下我覺得臉真的是 爆乾 就是乾到我就覺得我要立刻上保養品 我不能再脫了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用了幾次以後 就是每次都會長痘痘 所以我後來就用來洗那個海綿 就是化妝的海綿或者是粉撲這樣 我就沒有用它來洗臉了 所以它也不算是我真的用完的產品 但總之它現在是空了 就是因為洗那些化妝工具這樣子 就是如果大家有用不習慣的清潔產品 其實也都可以用來洗粉布 或者是洗海綿之類的 就是小撇布啦 不要東西不要浪費嘛對不對 對這個我就沒有這麼推薦 再來呢是卸妝的產品 這一個是 這叫什麼啊 天啊我身上腦子完全一片空白 它也沒有寫中文 總之呢它是卸妝凝露 然後這個產品呢也是我用了 我化妝第二年到現在都是用它喔 因為我平常卸妝的習慣呢 是會先用卸妝水先擦拭過 然後到要洗澡之前呢 我就會再用一次卸妝凝露來卸全臉 就是以防文有卸妝水沒有卸乾淨的殘留的彩妝品在臉上 那這個呢也是我會回購一千 就是還沒有疫情的時候我幾乎都是去日本買 就是只要去日本我可能就會扛個三四條回來 然後現在呢其實台灣也非常 就是可能有扛四美醫美結啊 或者是去城市的時候也很常打折 所以大家也可以留意一下這個產品 也不會稚痘不會過敏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產品 我就是不用卸妝就卸妝的 然後我一直都是用他們家的卸妝凝露 覺得非常的推薦 現在的櫃子面衣還有吞了兩三條 對這非常好用 卸妝水的話 因為我都是買補充包 然後補充包用完我都會直接丟掉 卸妝水的話我也有用完可能一兩包 然後我是用Befesta的卸妝水 對每個系列我都可以我沒有特別會買哪個系列 就是剛好看到哪裡有存貨我就會買 也是用了非常多年 就是我是一個用到喜歡的產品 我就沒有那麼願意換其他產品的人 因為我剛剛有講到我非常容易長痘痘 然後非常容易長粉絲 所以我非常怕我換產品就會臉上就會出大事 我說會用非常多年的產品 就真的是我日常愛用 沒有它不行的那一種 喔我剛剛有肉講了一個 嗯 這叫什麼硬陷鏡保養液 我這次用完的是博士輪的瑞琳 我平常上班其實都是戴眼鏡居多 然後我也比較少在戴月泡的眼鏡了 所以我保養液用的就比較慢一點 通常有兩個牌子在輪 然後這次我用完的就是博士輪 就是基本上我就是哪個便宜買哪個 隱形眼鏡也有清乾淨 沒有讓我長睜眼 因為我非常容易長睜眼 對我就覺得他們家不錯 就是便宜又大碗好用這樣子 然後好市多也有在買好像一個set的 接下來呢就是臉部保養品系列 嗯第一個我要說的是 這個應該是 這是杏仁酸 然後應該是朵西他們家的吧 這是我第一次用杏仁酸 我就是深受粉飾困擾的人 然後我以前有沒有接觸到做臉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想說 大家好像蠻推杏仁酸 只有一試成主顧 一開始呢是每天都有用 不過以前就差不多A酸 然後在A酸擦房 我平常也會擦杜卷化酸 所以其實我臉對酸類的 耐受性應該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一開始是天天用 然後我一開始用就用18% 沒有讓臉有太大的負擔 但是在我用了大概兩個禮拜每天用以後呢 我就覺得我的臉明顯光滑很多 維持到一個穩定光滑以後 我可能就會降低它使用的頻率 可能一開始是兩天一次啊 那我現在變成是一個禮拜可能只有一次到兩次 就是一次的話就是日常保養 然後兩次的話可能就是當那個禮拜有出去玩 就是膚況會明顯下降的話我才會用到兩次 那如果是沒有用過杏仁酸的人呢 我比較建議你們可以再買濃度低一點點的 因為我現在用的第二瓶呢 也是買好像是10%的 然後我的用法呢是臉部清潔完以後 我第一層就會上這個 然後讓它就是我就擦了以後呢 我就做我自己的事情 讓它完全乾在你的臉上 不要有任何還有黏黏的感覺 就是完全曬乾以後再上後續的保養 一樣是化妝水那些的 用完的話手上如果有殘留的話一定要把它洗掉 不然你的手也會跟著脫皮 就是因為我是手很乾的人 然後我一開始用就沒有洗 用完就沒有洗手 我的手就大脫皮超可怕的 然後如果你也有粉刺困擾 然後或者是口罩痘我覺得也非常適合 有時候我莫名其妙長了一顆痘痘 然後我會沾一點 然後就是點在那個痘痘上 就是輕輕的點就好了 我覺得對於消炎的效果也非常的好 就是代謝痘痘的效果非常好 然後如果是T字部位容易出油的話 也很適合就是試試看杏仁酸 因為我沒有用過其他牌子的杏仁酸 但是我那時候是爬紋 然後就看到有人說其實這個牌子 還是比Ducker Wood還要有感 然後又很便宜 對它很便宜 就是它沒有像Ducker Wood的單價這麼高 所以小資女也非常適合 再來呢是 我用完了兩個小size的雅士蘭黛的 那什麼 小中品 其實我是去年底才接觸到小中品 小中品這個產品 因為以前我用的油類產品不多 讓我愛上油類產品的其實是 克蘭斯的黃金雙雞翠 嘗試看看大家口中的明星產品 我一開始其實是拿到他們家的試用品 就是小中品的試用品 然後我就用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因為我所有的保養步驟都沒有變 然後我就只把我的油類換成小中品 我就很明顯的感受到 我的皮膚有彈嫩的感覺 我被嚇壞了 所以我就覺得不行 我一定要繼續用小中品 然後我雖然不是天天用 但是我每次用完 我都還是有種 哇我的皮膚變很彈嫩的感覺 對所以我覺得小中品 是我接下來就是 也是會在我的常駐保養櫃裡面的 其中一樣產品 讓人驚豔 而且我用完也沒有製粉刺 也沒有長痘痘的問題 就是它甚至是在我覺得我的臉快要爆炸的時候 我用它就是我覺得會有鎮定的感覺 不會讓我大暴動 Bye呢是上一集有提過的 嗯... 畢爾全的... 我忘記品名了 就是它我之前講過它非常好用 如果冬天的話擔用它 可能我覺得會有點不夠力 所以我基本上用完它以後 我還是會再上一層小中品 對我的臉來講才夠保濕 但是它也是會讓我可以穩定膚況的產品之一 那接下來就是 嗯... 一個小瓶的原生露 那當初呢 我就是拿到這個小瓶的原生露 我才決定我要買原生露 因為我用完 也是驚為天人 就是我也覺得我的皮膚明顯有變亮的感覺 臉會有發光的感覺 就是原生露 就是它是最大的工程 市場服役中 但我覺得我最近的臉狀況還不錯 就是... 至少不會突然就大爆鬥之類的 我就覺得亞斯蘭帶 讚讚的 對 也是一個小樣 它是克蘭斯的... 我記得應該是化妝水 但我覺得它用起來呢 就... 比較沒有太大的感覺 我覺得它比較適合 年輕一點的膚質來用 就是... 嗯...它有保濕效果 但是不... 如果是乾肌使用的話 就沒有那麼適合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用完還是覺得臉蠻乾的 然後有點崩崩的感覺 亞斯蘭帶的產品 忘記介紹就是 亞斯蘭帶他們家的 這個叫什麼... 無敵霜嗎 我覺得這個也非常的好用 就是我現在如果是要化妝的話 我都會用它 然後晚上的話 我會把它 然後混著他們家的 夜用的霜 然後兩個混著用 我覺得他們家的霜保濕能力非常好 然後我... 因為我的臉真的太乾了 就冬天的時候真的太乾了 然後我在上妝的時候 如果有上它的話 我的妝不會有浮粉的感覺 我覺得無敵霜非常好用 這三個搭配起來真是無敵 真是非常的讚 我之前講話是吃螺絲 吃螺絲感覺我的天啊 接下來呢 是... 我用完一罐粉底液 然後是... 嗯... 亞斯蘭帶的粉寶石 我知道他們最近有出一個新款的 但是我的是舊款的 因為我自從吃了A酸以後 我的臉真的... 我以前是要用粉持久的 然後我吃了A酸以後 我的臉真的爆乾 所以我再也不能用 嗯...偏持久 然後很乾的... 嗯...粉底液來上在臉上 然後... 這個原本是我冬天用的 結果我今年夏天 也幾乎都是用粉寶石 遮瑕力 當然沒有粉...粉持久這麼好 但是我覺得以... 嗯...保濕型的粉底液來講的話 它已經算是比一般粉底液還要... 遮瑕力還要好的 但是... 因為我現在... 嗯...比較沒有... 想要找這麼高遮瑕力的... 保濕型粉底液 所以... 我就沒有再回購它 如果你現在還在... 就是有在找保濕型的粉底液的話 我覺得你們可以去試試看他們... 呃...粉... 保濕新款的 就是... 確實有比舊款的 就是保濕在level up的感覺 好像差不多... 講完了欸 我終於可以把這些... 風瓶丟掉了 然後... 在這裡就叫大家... 新年快樂 雖然我不知道這部片... 我剪不剪得出來 就這樣 OK... 打手家裡去 大家再見 我們已經... 快點 vard呼 等一些 搭訕 現在還好 你回沒ralada 你要不要 除了 這個 你